聽說立東就是要進步 台中市議員鄭公敬舉辦了一場感恩餐會 還邀請了王文清博士來進行健康講座 現在我們就一起到現場去看看吧 這幾天才過了立東 天氣越來越涼爽 但是人心卻越來越溫暖 台中市議員鄭公敬 紀念在東區服務處前面的信義街上 舉辦了一場重陽敬老的餐會 這一次鄭公敬議員擺了將近30桌美味可口 有豐富菜色的流水席 也邀請了台中市社會局長彭懷貞 立委黃國書 台中市錦三分局分局長張哲成上台致辭 跟現場的長輩們熱情致意 在餐會開桌之前 也邀請巴馬國際公司董事長王文清博士 上台進行一場健康講席 讓場面變得非常健康有陽光 利用這個節慶讓我們在家裡的長輩能夠走出戶外 然後來這裡最大的意義就是我們會舉辦一些營養的講座 讓長者有機會洗洗到怎麼樣吃出健康 大家舉起在一起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趣事生活的經驗 那同時也有一些很好的養生的活動 那我要特別感謝慈清慈善會老人會 這幾年來做了非常多的照顧長輩的事情 那也感謝鄭公敬議員的努力 我們未來還要推動更多的老人相關的福利的政策 來幫忙我們的長輩在退休以後獲得一個更好的生活的照顧 為了讓地方長輩們能夠快樂開心的用餐 這一場餐會當中還有禁歌熱舞的表演 炒熱現場的氣氛 餐會當中還提供巴馬國際含有天然營養素的蔬果汁 已經成為2020台灣健康食品直銷企業第四名的巴馬國際 一年的營業額將近新台幣60億元 董事長王文清博士平時就非常關心飲法族 最近就免費為偏遠地區的民眾 裝設自來水過濾器 王文清博士說 取之社會回饋社會 希望長輩們都能營養均衡 吃得健康活得快樂 就是很樂意來這裡 共同來推動社會福利公益的工作 那我們已經設了點就是裝水機 讓大家免費來提水去喝 然後我們願意去照顧那些獨居老人 弱勢團體 那我們到這裡來非常高興 因為議員 里長都非常支持 在鄭公敬議員這場敬老的公益餐會當中 王文清博士也捐出了紅包 希望讓老長輩們吃得更開心 巴馬國際也會在台灣三百多個鄉鎮建立社區關懷據點 讓民眾能夠更幸福富足 生活更快樂健康 記者 陳文旭 李嘉金 台中報導 未來以上 老大 五天 五天 從大廠 越來 二天 你 今晚